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对于当前这份数据来说啊 它的一个正负样本的一个比例是多大 在这里呢我先去算了一下啊 就用这个Pandas 我们先是impower的这个Pandas SPD吧 所以说一会儿呢 咱们就能够用这个PD啊进行一个统计 我们可以用啊这个Pandas.videocounts .videocounts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要算一下对于当前数据当中的某一列 比如说对于这个class这个列 我要看一下这个class这个列里边 它有几个不同的属性值 比如说它不是有0和1吗 那么videocounts完之后 我就会知道啊 我就会知道这个0有多少个 1又有多少个 所以说呢咱们首先啊 是通过这样一个videocounts去计算一下 计算完之后呢 我们希望啊用一种图表的形式 给它更直接的表示一下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用Pandas直接去画这个图 咱们之前啊 是不是说可以用medplot去画这个图啊 那么其实呢用Pandas画一些简单的图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咱们现在 对于这个videocounts的一个属性啊 我们直接delplot一下 delplot一下里边之后呢 我们传进来一个cant等于bar cant等于bar的意思呢 就是说咱们接下来要画的是这样一个条形图 我们在条形图里啊 我们又写了一个table啊 就是说咱们的条形图名字啊 x轴表达什么 y轴表达什么 咱们可以去给它做出来 那么下面呢 咱们就来看这样一个图啊 在这个图当中啊 咱们先来观察一下 对于咱们这个样本啊 它的一个分布的规则 也就是说零样本和一样本 它的一个分布的差异 从这张图上 咱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这样一个趋势 对于这个零样本 也就是说 它是一些正常样本 它有多少个 大概能有个28万多个吧 从咱们这块大概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应该是28万左右 那么咱们再来看一下 等于1的呢 等于1的对于这样一个异常的样本 那么异常样本它有多少个 可以说异常样本是非常少的 大概只有那么几百个 那么现在啊 咱们是不是说看了一下 这个样本的一个分布的规则 看完分布规则之后啊 现在啊 咱们对数据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 有大致的印象咱们没完 咱们需要想一想 如果说样本数据 它不均衡了 我们该怎么办呢 因为咱们今天这些课的一个核心 就是说对于这种数据 它是样本极度不规则的 我们面对这种数据的时候 我们该提出什么样的一种解决方案呢 那么在这里啊 大家也可以不妨先想一想 其实啊 咱们这里是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 一种解决方案叫做过采样 一种解决方案叫做下采样 这两种方案呢 是咱们在面对样本不均衡数据当中的时候 最常使用的两种方案 所以说呢 一会儿啊 咱们的一个核心就是说 我会给大家先分别讲一下这个过采样 和这个下采样分别表达一层什么样的含义 那么咱们啊 就是说一会儿咱们竟然有一个挑战 所以说咱们要做两种解决方案 一种下采样 一种过采样 那么咱们先给大家来说一下 这两种采样 它分别表达一层什么样的含义 咱们就先拿这个下采样来说吧 这个下采样的意思啊 就是说 现在你这两个数据 它样本不是不均衡的吗 那对于这个不均衡数据来说呀 我想给它变成一个均衡的 怎么办呢 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叫做下采样 就是说 我可以让这个0和1 它俩一样小 不就可以了吗 比如说 现在0这个样本 它可能有28万个 1这个样本 它可能有几百个 我让0这个样本 也有几百个 是不是也可以了 因为这个0它比较多嘛 我在这个多的里边 选出来跟少的一样多 再把这些样本组合到一起 是不是说 我就让这个0和1 它俩一样了 在这里呢 就是说这个下采样的意思啊 它是为了啊 它是说 使得咱们两个样本同样少啊 注意点是同样少 那么过采样呢 过采样的意思啊 就是说 现在你这个0不是比较多 1不是比较少吗 我对这个1号样本里边啊 进行一个样本的生成策略 我们可以啊 生成出来一些数据 让生成出来的数据 跟0号样本一样多 也就是说 我可以在对1号样本 生成个20多万个数据 那么对于这20多万个数据来说啊 是不是0和1 它们之间的一个 0和1啊 它们之间样本个数就一样多了 所以说呢 咱们现在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 下采样对应着同样少 过采样对应着同样多 一会儿呢 咱们就来看一下 这两种解决方案 到底哪种解决方案 可能会稍微的更好一些呢 那么首先啊 咱们是要做这样一个事 就是说刚才给大家说了 在咱们的数据当中 有一个叫做amount这个列吧 这个amount这个列里边呢 它的一个数值的浮动差异啊 其实是比较大的 有一些值比较大 有一些值比较小 那么在咱们啊 做一个机器学习模型的时候 我们需要先做这样一件事 就是说 首先我要能够保证 特征之间的一个分布差异 是差不多的 比如说啊 咱们就拿这个v28和amount来举例吧 我们来看这个v28 它的一个分布差异 大概是从负1到正1的一个区间上 但是呢 这个amount它分布差异比较大 那么这个实话 一个机器学习算法 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误导 它可能会认为啊 一些数值比较大的特征 它的一些重要程度是偏大一些的 一些数值比较小的特征呢 它可能是重要程度是偏小一些的 机器学习算法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误区 所以说 咱们为了使得每一个特征 它的一个重要程度是相当的 在这里 我并没有说这个v28和这个amount 它们两个特征谁更重要吧 所以说呢 我需要带对这个amount 进行一个相同的操作 也就是说 要么你做一个规矜化 要么你做一个标准化 就是说 你可以给它做成一个 做成一个0到1的区间上 或者是一个-1到正1区间上 这些啊 其实都是可以的 在这里呢 我们就用sklearn 给咱们提供好的这样一个酷 提供好这个酷啊 叫做sklearn啊 之前还没有给大家说过 这个sklearn sklearn这个酷啊 其实来说 它帮助咱们做了很多个事 在这里呢 咱们既能用sklearn 进行一个机器学习 模型训练的操作 也可以呢 帮助咱们进行一些 预处理的操作 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啊 咱们的一个pandas 和这个sklearn 就是咱们的一个主流了 我们会到 咱们讲到一个函数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会讲一下 这个函数 咱们该怎么样用 以及呢 一些注意的事项 还有一些参数的设计 首先啊 咱们来说一下sklearn sklearn里边呢 有一个预处理的模块 我们通过sklearn 这个预处理模块下 导进来 这样一个标准化的模块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可以用 这样一个标准化的模块 我们看 这是导进来的 一个标准化的模块 用这个标准化模块 咱们可以fit transform一下 fit transform的意思啊 就是说 我要对数据 进行一个变换了 既然你要做 这个标准化的操作 所以说呢 我就要对数据 真正的去做 这样一个操作 在这里呢 我们是 我们看 首先我们传进来的是 这个 这个data 这样一个amount 就是说 我们把当前这个特征 给它传进来 传进来之后呢 我们后码 又传进来 这样一个reshard reshard的意思啊 就是说 你给它变成一个 一个列的 变成一个列降调 复一的意思啊 就是说 它让你可以进行一个 自动的识别 比如说一个 复一什么意思 给大家来说一下吧 比如说一个 正常啊 是一个两行三列的 一个矩阵 然后呢 我给它 data reshap一下 data reshap sr e shap 我这个写的很难看 咱们就不说 这个本词了 咱们data reshap一下 我写成一个 复一 然后写成一个 二 那它会帮咱们 reshard成一个 什么样的维度呢 它就会帮咱们 reshard成一个 三二的 那么这个 复一的意思啊 就是说让你系统 让咱们python 自动去猜一下 这个猜啊 其实是有根据可询的 因为这个2乘上3 它是等于6的吧 原色的个数 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所以说在后面呢 这样一个6除上2 它是等于3的吧 那么第一列 就是这样一个3啊 这个东西是可以 自动进行一个 计算操作的 在这里啊 咱们把当前的 这个啊 当前amount 这个列 给它做了一个变换 fit transform完之后呢 我们让当前变换的 这个列 成为一个新的特征 成为一个新的特征 我们只需要 对原来的data里边 加上这样一列 加上了这样一个 nom ormond的这个列 nom ormond的这个列的意思啊 就是表示着 咱们现在啊 做出来了一个新的特征 我们把原来的特征 进行了一个变换 得到了这样一个新的特征 那么有了新的特征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 我们来看 现在是不是有了新的特征了 有的新的特征完之后 我们原来一些特征 是不是就没用了 比如说刚才 我给大家说过了 有一列特征 叫做time 在这里 这个time 咱们是没有用的 然后呢 另一列特征啊 叫做这样一个amount 这个amount 是不是说 咱们刚才 对它做了一个转换了 那么接下来 这个time和mount 咱们都是不需要去用的了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我又进行了一个job操作 我们可以把 这个time 这个列 以及额望的这个列 都给它去掉吧 咱们现在加进来了 一个新的特征 然后呢 又把一个原来不用的 两个特征 给它去掉了 接下来 我又通过咱们的 datafirm .hide一下 .hide完之后呢 我就得到了一个 接下来咱们可以使用的 这样一个特征数据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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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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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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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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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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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